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小晴 歡迎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報 在今晚有關於柯文哲的案件有重大的發展 因為在剛才我們看到了 包括了就是朱雅虎還有柯文哲重要的隨戶 一共有將近15個人都被約談 而且地點就在連政署 那到底在連勝主張中有什麼事情 尤其是在這當中呢 民眾黨的副秘書長也就是許甫也到了現場 許甫說我不是被約談 我是陪人來的 那到底是誰這麼金貴需要他陪著去呢 他馬上就大爆發說我沒有被約談 不要弄假新聞 但是呢我必須要講啊 許甫這個動作很奇怪 上次不是也有人要去搜柯文哲的辦公室 他就說我們沒有被搜 我們是雙手奉上了六箱的資料 所以我們沒有被搜 那我就不知道今天許甫到底到這個現場做什麼 另外一重點呢 我們看到的就是陳佩琪 他呢今天剛好是退休了 而在退休之後是不是會被約談呢 不過在這裡呢 黃珊珊人到底有沒有回到台灣是一件事情 還今天呢他又發了一個文 這個文是什麼 這個文就是說 我跟你講啊 昨天我被打臉啊 沒有那被打臉是我們說的嘛 就是說沒有所謂的自治條例第25條 他今天就講說可是國土署有給我聞哦 這國土署說可以哦 又怎麼樣 那結果他要來做的是什麼 他就是要把柯文哲可能圖利的部分 他要脫罪 但是我們要講你現在圖利脫罪 問題是我就是仔細看了國土署的內容 國土署的內容裡面有講到說 你不可以有特例啊 你不可以這樣做啊 他都沒有講 好第三點我們還有看到的 在今天就是實破帽的部分 我坦白講我真的是當時我以為進到第二輪 高市早苗跟實破帽進去的時候 我就想哦那就是高市早苗了 為什麼因為實破帽過去都在第二輪就輸掉 沒想到大逆轉實破帽贏 而且贏得不少 那到底是為什麼呢 有人就說因為高市早苗是所謂一個大右派嘛 好我們在今天都有詳細的內容 可是不管是高市還是實破帽 跟台灣關係都非常的密切 好我們在今天內容當中呢跟大家來看 你要看到這個美格在什麼地方 現在整個民眾黨就是一條路線 就是說金華城的840%是合法的 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他就這樣子講了以後就說 我柯文哲也可以裝傻說 我不知道啊 然後我就是不知者不罪 所以我的圖利罪不成立 但問題是你真的確定柯文哲沒有拿一塊錢嗎 你真的確定柯文哲沒有拿錢嗎 這就是現在大家要賭一把的這個內容 我說的是民眾黨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告訴大家 今天內容當中包括了 約談朱雅虎一共有15個人 實破帽當選 而且他當選總裁 相當於就是直接的是首相了 那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啥民眾黨的副秘書長 許甫去了廉政署 但是他否認約談 那今天約談的人有誰呢 許甫說我是陪同的 我不知道他陪同誰 他不會去陪同朱雅虎吧 這裡面有朱雅虎 鼎月的前董事長朱雅虎 朱雅虎很重要哦 朱雅虎跟應曉威是對接的哦 有沒有金流呢 另外還有柯文哲的隨滬 就是陳文中 奇怪了 怎麼會約談隨滬 這個事情真的很特別 隨滬到底知道什麼 他要知道他見了誰嗎 還是什麼事情 那今天我們才說 黃國昌昨天不是說 哎呀你現在檢方啊 陷入焦灼式的空轉啊 就說你檢方什麼都沒查到 結果一下子就跟你約15個人 好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挑戰的兩位人士 一位就是柯文哲 一位就是石破茂 那我先講到在這個柯文哲的部分呢 柯文哲的部分 我們知道呢 今天到現場去 許甫 許甫他說我不是被約談哦 對我知道你說不是被約談 我們趕快講 要不要給你告一大帽子說 假新聞 你看在這裡 這裡他發了文 他馬上就在臉書發文 他發文說什麼 哎呦我就看這個假新聞啊能夠持續多久 然後你知道哦實在有夠有夠有江湖呢 他把那各個媒體的即時網路的即時新聞來你往下拍 不不不往下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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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在這裡 他就講說我跟你講我沒有被約談 你們都有假新聞我看你們可以放多久 哎等一下那我就問了你不是被約談那你去連政署幹嘛 你為什麼不去看電影你不去電影院你跑去連政署沒事情去那邊要創開 那就說啊我就是陪人去其他我就不多做說明 你覺得可能嗎是哪一個人要你陪去除非是陳佩琪啊陳佩琪去你才有可能陪去 哎搞不好裡面有沒有陳佩琪啊我不知道耶有十幾個人被約談 那我們今天來告訴大家許甫呢他當然身份不一樣了許甫呢他是陳志涵的老公啊也是柯文哲的心腹 為什麼說呢不一樣因為我們知道許甫跟這個陳志涵是所謂的民眾黨當中的夫妻黨 然後呢陳志涵呢是夫人派陳志涵也是柯文哲的死忠派 他為了要護柯仁哲講了一堆什麼把塞車都講成捷運紅線 講了一堆所謂的疫苗的部分被大家打臉 但是我們要看的也就是說許甫他是等於是柯文哲認為是自己人的 所以許甫今天到底陪誰去我怎麼越講越覺得是要陪陳佩琪去 要不然你要陪誰去誰比你大咖 好那我們今天再講到這個事件還要告訴大家的黃珊珊也要表態 黃珊珊他不知道是不是隔海發了一個臉書今天發的 這個臉書的內容是什麼他就是說國土署有回我聞呢 我有問國土署喔國土署說我們是合法的喔 那我就要跟大家講說黃珊珊又搬出來說國土署講金華城合法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看仔細這個內容 其實他並沒有說你合法 他是講什麼他說你如果說有這樣的一個情形你可以怎麼申請 但是最後的結論就是說你不能夠啊特例喔 你必須要有所公益喔你不能夠隨便做 所以很多人的解讀就是各不相同 但我要跟大家講黃珊珊喔他呢講了一堆的法條 其實就是主要有三個目的那三個目的呢 第一個他要柯文哲土利罪不成立 因為呢他說我現在講都合法的啊國土署說我可以啊 然後之後不管24條25條我跟你講24條25條是不同的法 24條是都市計畫法對不對 對不對25條是這個都市計畫什麼呃什麼地方自治的法 反正我跟你講不一樣的啦喔結構結構就說不得無啥啥 就跟他說我是合法的然後第二個呢他其實要保什麼 他要保的不只是柯文哲他要保的是審慶經的金華城不能猜啊 為什麼他說我是合法的你要注意看他從頭到尾都在講金華城是合法的 那才是他的命脈你知道金華城威京小省花了7億的成本可以拿到200多億耶 這種生意誰不做那我就要問為什麼柯文哲只給威京小省這個生意 全台北市有人拿到這個favor嗎 那第三個我們要看到他要移轉焦點 就是到大家忘了其實金華城真正的公文寫的是准用都跟條例 啊我們找到了今天我剛還在跟murmur跟瑞宏講說哇這個很模糊喔 但是沒有關係你看這個很模糊但是事實是這樣在這裡 老婆你不要故意這樣好你可以看他就說這個私行的准用什麼 都市更新計畫容機率我覺得他們是故意的 但是意思是什麼他當然要讓你忘記啊 因為你知道嗎真正的金華城是用都市更新條例 就是我們講的都跟可是金華城根本不符合都跟條例 他又不是老房子他又是五成以上 所以柯文哲如果按照都跟條例他就圖利了 所以那民眾黨現在就說我不管啊我先拼喔 柯文哲這個圖利罪不要成立 但我就問說請問你民眾黨確定知道柯文哲一毛錢都沒有拿嗎 那我就問一個問題如果今天柯文哲被查到真的有金流真的有收費 我請問你黃珊珊跟黃國燦你敢不敢退出政壇 你可以講說我們兩個用生命保證 柯文哲阿伯絕沒有拿錢如果有我就退出政壇我跟你講如果你們兩個這樣 這樣講我要給你鼓鼓掌再來我看到我這是一個common sense 你知道嗎為什麼這樣講你覺得柯文哲限期黃錦帽11天完成 限期要速審速決你人家金華城跟你要678%你給他840% 我請問你有沒有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可大了 那另一方面再來看到呢今天到第二輪真的豬羊變色 本來看好的是高市早苗沒想到石破帽拿了215票 贏了高市早苗的194票但是呢我要看的是不管怎麼樣他為什麼會贏 我跟大家講因為日本方面覺得說哎他是比較偏右 所以偏右是什麼就是極度的可能認為就是像安倍的味道啦 就是說可能包括了他們這個所謂憲法第九條 可能是有關於這個自衛隊的部分是不是能夠保護日本的 他就右派右派他們有一點worry所以現在呢誰跑去挺了石破帽 到第二輪當中我們看到岸田文雄我們看到了二階派二階俊博 我們看到了就第一輪輸掉的小拳禁次郎還有包括了就是福田系的福田達夫 他們現在呢都傳出是挺這個石破帽好了但不管如何我們要告訴大家 石破帽他這次來到台灣呢見了賴清德總統在台灣宣布參選的 高市早苗上一次在選舉的時候他2021年9月跟我們的當時的蔡總統是視訊的 他們都是打台灣牌但我覺得沒有問題啦高市早苗可以again 可以再次的來尋求下一次的機會好我們來告訴大家今天不分藍綠的你怎麼看 今天不分藍綠你怎麼看首先要告訴大家真的是太誇張了 就是撞死東海大學女學生這個案子竟然傳出有目擊者說司機是二次加工 二次碾幣這個部分有什麼情形我等一下還要跟大家評論 因為等一下剛剛講到說喔台中給了一個最大的一個懲罰 好就是說你那個黃金路線喔給你三個月不能夠走 我跟大家講三個月能夠幹嘛塞牙縫嗎 你有本事就是把你拔掉你根本就不能夠開 你把他三個月啊他就覺得我三個月沒賺錢就好啊 夠要緊好那再來告訴大家的 在這裡面還包括了你知道監察院的案子喔 有一個是舊的就是呢106年啊 就當時監委啊劉德勳講的那民眾黨都拿這個案例 但是最新的113年說你有重大為師 你為什麼都不飲用 還要告訴大家柯文哲復活了嗎 柯文哲的YT有很多柯文哲的內容 但是是誰在發的全部都是舊的影片 還有看到的卓榮泰跟韓國瑜今天喝咖啡啦喝咖啡啦 那是不是馬上這個總預算會解套嗎 好我們來看今天的內容當中包括了什麼 你可以看到的在這裡喔 我們看的就是在今天 許甫現身在廉政署 你沒事到廉政署幹嘛 他就很激動的喔說我沒有去被約談了 然後再來看到施破帽 他說我是最後一億了 結果他過去四次都輸這次第五度成功的圓夢 他可以當首相 那我們來告訴大家今天呢可以看到的就是呢 許甫他可以說呢這個三點多現身在廉政署嘛 北檢偵辦的時候今天下午以被告跟證人身份來約談 約談有十多名基層公務人員跟民眾黨黨工 包含了前台北市兵役局局長朱雅虎 朱雅虎也是我們知道鼎月的前負責人 也是就是這次沈慶金跟這個應小微之間的對口 然後約談了行動是因為民眾黨的副秘書長 許甫現身在裡面而曝光 但是許甫就說呢我是陪人來的 那所以大家就說到底陪誰來 另外我們在看到的許甫強調自己並非約談對象 只是純粹前來協助關心 那停留短短的時間就離開了 那15個人現在呢陸陸續續消息出來 我們看到還包括了柯文哲的隨戶也就是陳文中 那可能會查金華城木可的金流 許甫先前被曝光有一個錄音檔 他當時就說啊主席說我們這個民眾之聲的斗內啊 可以拿來做什麼做什麼 所以就反而意外曝光了搞了半天原來民眾之聲的錢 為什麼柯文哲黨主席能夠來運用呢 另一方面我們再來看到的在這裡啊等一下會有個獨家內容是有關於 柯文哲的兒子柯富瑶的這個部分啊說柯富瑶交女朋友 而且挑的女妹妹啊都很可愛 他現在本來就急著要結婚啊挑女朋友非常的正常啊 但是呢在這裡呢也成為這麼一個話題 那我們在今天還要來告訴大家今天包括了什麼呢 包括了我們要講啊就是 徐乃玲啊徐乃玲跟楊秀慧之間的這麼一個部分 因為一個字引發了爭議 還有柯文哲的頭髮為什麼進到了北索當中 怎麼越觀越黑 大家覺得他頭髮怎麼變黑 所以出現了很多不同的版本的說法 還有高宏安的閨蜜拿槍出包 我講的就是他拿槍說要射擊 結果大家說你那個樣子大概眼睛先瞎了 再來看到的就是借題陳崇文 這個是台志光的事情 還有北市柯啊密會星光 北市柯的事情柯文哲密會星光嗎 原來當年2019年被質詢的影片被搜出來 裡面柯文哲大罵說你消息怎麼來的 難道你是檢方嗎 好我們在今天內容當中啊 我特別想講的很多事情可以討論 但是我特別要講一個就是細思疾恐啊 細思疾恐 我們的人性是到什麼地步 因為過去聽過小時候聽過 砂石車壓過人的時候會倒車回來再把他免弊 因為這樣子賠錢比較單純 你如果一直受傷你一直一直付醫藥費付很多 我當時小時候我就覺得這是一個超恐怖的故事 超可怕 可是你現在還會嗎 我們今天講的這個司機 如果真的東海之優生他是被二度碾壁呢 我覺得這真的是太恐怖 而且是太殘忍了 但是如果不是司機說不是 那請問你為什麼有目擊者這麼說呢 我們就看一下當時的監視器嘛 監視器是可以看得到的嘛 然後呢我們知道這就是聚業客印的失信架實 不管怎麼樣人命為大 你如果真的把他再壓過去死亡 我真的覺得無法接受 本來是手臂變成是警部 那今天我們知道台中市政府他們媒體都寫說 哇這個是天大多大的一個多大的一個處罰 好收回聚業的黃金路線三個月 我要講的是三個月不算什麼 你應該要永久收回 我就問全台中市沒有任何客運業者可以去走這個台灣大道的黃金路線嗎 聚業不是壓死一次人呢 他犯了多少事情他的巴骨他的背景是誰 為什麼還要給他 我只禁止你三個月 你幫個忙好不好 我覺得三年都太短 好我們來看到在今天內容當中跟大家報導的 包括了就是許甫駁斥他是被約談 然後呢柯文哲他要圖利脫罪 那我們看到柯文哲要圖利脫罪是黃珊珊在幫他做 怎麼做呢 另一方面國民黨的中常委 他是中常委耶 黃紹婷跑到中國去 然後他錄一個錄影說 我不是潛逃中國 我有機票就回來 請問現在兩岸的機票這麼難買嗎 不要騙人了 你今天買馬上就可以回來 你就講一個藉口 我就問我就等 我看他多久會回到台灣 另一方面我們再看到石破帽首相跟大家來解讀這個部分 還要告訴您的你知道沈慶晶竟然是約談了10小時又20分 10小時又20分大概是有很大的突破才會約談這麼久 再來告訴您的就是徐乃琳講的這個被哥哥之戰啊 被哥哥之戰我覺得比較不宜啦 你在怎麼開玩笑我覺得很多事情是不宜講的哈 然後再來看到 市總年會今天賴清德總統呢來進行這個開幕典禮 還要告訴您日本的新首相石破帽 在剛剛五點鐘開了記者會 我們來看到在今天的新聞重點 在今天的新聞重點當中 我們就要來跟大家講到的今天的重點呢就是 可以說Focus圍繞在柯文哲的部分 為什麼是柯文哲的部分 因為你有沒有想到柯文哲的隨乎 也就是他的一個很貼近的類似隨乎 另一個司機被約談 很奇怪耶你到底約談這身邊的人到底在做什麼 還有許甫到底是陪誰到廉政署 這是我最好奇的 我們看以下的報導 好我們來告訴大家呢 約談15個人到底是誰 石破帽當選以及黃紹婷是不是逃到中國 他剛拍了一個最新的影片 驚爆9月27號 驚爆9月27號呢 我們首先來看到的就是在今天 許甫現身約15人先三風暴 第一個黃珊珊打圖利無罪牌 可能無效 第二個沈慶晶昨天被約談了10個小時 第三個黃紹婷 他是國民黨中常委 竟然跑到中國去 好跑到中國去 正常去沒有關係 他就是一副落跑的樣子 鄰居都說話了 鄰居說他是匆匆忙忙的去的 好我們來告訴大家在這裡呢 先來看到今天最新的約談 金華城案連檢今天約談10名以上的被告 包含了什麼呢 就是5名證人 一共加起來15個人 民眾黨的副秘書長徐甫也現身 但是他駁斥被約談 他說只是陪同 這裡包括了朱雅虎 還有柯文哲的隨戶 那我們來告訴大家 就在這個時候 為什麼這樣講 昨天呢 已經柯文哲約談了第4次 所以有突破性的發展 今天我們要看的就是 我們看到呢 黃珊珊想辦法要來拼 讓柯文哲圖利無罪 就是說讓這個圖利罪不成立 因為圖利罪要成立的條件 是比較嚴苛的 那你看到黃珊珊怎麼打 我還是補充一下啦 黃珊珊打這個實在是太司馬昭之心了 因為呢 他之前就是講說 大家都在講 你們拿的是都市計畫法第24條 他又講說都市計畫法第24條 是這個 關西人也就是金華城可以提出來 但是呢 他說按照都市計畫法的自治條例 我台北市可以幹嘛幹嘛 25條 那我呢 台北市也可以提出來 結果被蔣萬人打臉 打臉以後呢 他馬上今天就發文說 國土署說我可以 那我就來告訴大家 這裡面 黃珊珊今天早上8點發文 說呢 發函請國土署 就融機獎勵法規來示疑 他就引用了第5條 各直轄市政府得於施行細則 明定融機的獎勵上限額度 一般的地區呢 大概是20% 都市更新地區 就都更是50% 他要用這個來講說 你看看我可以到20% 因為我就之前的560% 然後再什麼30% 再20% 就變成了840% 我們的評論是他要合法化金華城 拿融機20% 但是呢 黃珊珊他必談了第7條 也許他有列出來 但是我們看這第7條是重中之重啊 這第7條是怎麼講 獎勵額度跟貢獻負擔程度 兼是否符合對價性的因素 你要避免就特定或單一對象 在系部計畫設獎勵的項目 以建立永續公平公正的都市計畫制度 他就講說你不能夠特意 而且你要有有貢獻嘛 然後呢 金華城 是台北市唯一拿到840%容積率的 這是事實啊 然後我們在講說 之前不是講到所謂的第25條 黃珊珊已經被打臉了 因為黃珊珊說是都市計畫自治條例第25條 被蔣市府打臉說 這是台北市都市計畫法第24條 所以那黃珊珊要的劇本是什麼 第一個 他要駁斥圖利 第二個 是不是串政呢 因為你要想哦 克文哲之前都說我不知道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都叫他們做的 專業人士做的 但是如果克文哲的律師 聽到了黃珊珊的這些 東一條西一條的法律 跑去告訴克文哲 克文哲如果改口 那Bingo 簡方就知道 你們是在串政哦 克文哲在裡面現在還不可以看電視啊 你不可以看電視 你自己知道說 黃珊珊在說什麼事情 哇你律師就很拚啊 你律師這下就要違反紀律了 那黃珊珊呢 也有一個法律戰 現在就在打法律戰了 因為他要保克文哲 但是最重要的他是要保什麼 他是要保這個金華城哦 不能夠停工 好那我們今天再看到 也是時間點 就是剛好陳佩琪今天退休 今天退休呢 他在聯誼的退休日 今天在金山南路的家中 那被說呢 前兩天還有去聯誼上班 那檢方會不會傳喚他呢 北檢今天沒有否認 他說我們要看案情的發展來安排 但是鏡周刊就說了 陳佩琪因為把619萬9千塊 分60次存入自己跟三名子女的賬戶 被減掉約談的時候改口變來變去 先說柯文哲的稿費 又說選舉經費 又說小孩押稅錢 又說母親的賬戶 所以呢現在陳佩琪 夫妻之間賬目應該很流通吧 所以呢可能金流會扯到柯文哲的破口 如果如果真的有破口 那糟糕了 柯文哲就是10年以上到無期徒刑 然後陳佩琪就是變成貪污共犯 或者面臨洗錢防治法當中 判刑5年 好那我們另外再來告訴大家 今天我們講到呢 石破帽的這個部分 石破帽這個部分是今天蠻大的一件事情 因為呢在這裡日本的自民黨 今天下午在2點多宣布 石破帽是以215票對高市早苗的194票 當選自民黨總裁 四連霸之後獲勝 那當然岸田呢就辭去了職務 希望藉此讓自民黨能夠重申 他也記者會就說 他希望能夠贏得整個的大家的支持 而且呢要讓整個日本 可以說有更幸福的生活 但是你知道這是兩輪的 他第一輪結束呢沒有人過半 就要進入第二輪嘛 那第一輪是什麼呢 第一輪就是高市早苗最高哦 181票石破帽154票 小群鏡次郎那個年輕的帥哥136票 再來小林英芝這個新人60票 但是到第二輪結果石破帽就勝出了 那當然大家就講說到底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講了就是有一些派系哦 他們很擔心說這個高市早苗比較偏幼 所以呢就是有集結起來 然後把票都全部灌給了這個石破帽 好那我們今天看到這個內容之外 還要告訴大家 我剛講一個點 我剛講一個點就是說賠錢生意沒有人要做 有錢的生意大家要搶破頭 但我只問一件事我請問身為台北市長八年的柯文哲 你到底公不公平 你到底有沒有問題 如果你覺得台北市要建設 為什麼獨厚金華城獨厚審慶金 你看這個是誰 台北市議員苗博雅算出來 金華城任養50年要3200萬新台幣 這個公園 然後整修道路850萬 又提供公共服務345平算每個月3500 算得很厲害 總共你的成本是7億2000多 那所以呢你威京集團的成本是7億6500萬 但是你的容積獎勵是個10百千萬 1萬多瓶嘛 一瓶200萬算起來的話你就有205億耶 是將近27倍的暴利 我請問有這麼多27倍的暴利 你有沒有圖利啊 如果這個不算圖利 那什麼是圖利呢 我們來看以下的報導 就來看今天大規模的約談 包括了有誰 10加5一共是15個人 身穿藍色襯衫 卡其色長褲 民眾黨副秘署長徐富和律師一行三人 二十七號下午突然現身 連政署 難道徐富也成為金華城 弊案約談對象之一嗎 只是來提供一些協助 就是大家想這樣子 謝謝大家 雙手揮一揮 徐富強調下午這趟現身 自己並非約談對象 只是純粹前來協助和關心 短暫停留半小時便快閃離開 北檢指揮廉政署二十七號 兵分二十九度大搜索 陸續約談十六人 包括十名被告 六名證人 多位威京集團基層員工 以及部分民眾黨黨工 其中還有被告前臺北市兵役局長 朱雅虎 廉政署會先進行約談 接著移送北檢進行復訓 而另一方面在警告人員陪同下 身穿收嫌Polo衫 柯文哲的隨戶陳文忠 也以真人身份 從廉政署移送到北檢復訓 身形看起來還算淡定 陳文忠是現任大安分局行政組組長 據瞭解他在擔任中正一分局 人案所所長的時候 就認識當時在臺大醫院服務的柯文哲 也因此在柯文哲擔任市長時 決定他來當隨戶 柯文哲在看守所已經超過20天 檢調單位正加快腳步 不但連續提訓其他載壓被告 以及傳喚相關證人 就是要在積壓期滿 盡快釐清更多案情 掌握更多相關訊息 記者綜合報導 而我們來看到 在今天約談的人當中的神秘息息 一共有10個被告 有5個證人 那你可以看到在這裡 許甫他堅持說他到現場期 其實是陪同的 另一方面還包括了鼎月的前董事長 朱雅虎 還有柯文哲的隨戶 也就是陳文忠 那我們講到這裡 這兩個人有什麼樣的關鍵 第一個我先講到 我們講許甫的部分 許甫呢 如果他是被約談 一定是跟這個木可有關 你記不記得上次他不是落淚嗎 他就是講說 哎呀我們的帳被查得如何如何 當時他自己講說民眾之聲啊 這個錢啊 他就講說哎 事實上啊 那個時候 柯文哲就講說 民眾之聲的斗內啊 進到木可 然後可以把經費給文宣部 就表示木可根本是聽這個柯文哲的嘛 但是許甫說他今天不是被告哦 他今天是到現場去陪同 那第二個我們就來講 那還有朱雅虎 朱雅虎做什麼呢 朱雅虎記不記得這封手寫的信 就是呢 朱雅虎在2017年的時候寫給蔡碧如的 你看這裡蔡碧如還有寫一個8月3號之後來約時間 那這個事情朱雅虎又跟這整個事情有什麼關聯呢 兩個關聯 第一個關聯朱雅虎跟印曉薇 印曉薇是錢 朱雅虎是連結到審慶金 印曉薇是連結到議員跟北市府當中 他們兩個人的通聯記錄被檢方給破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就是朱雅虎呢 在那個時候呢 寫了這麼一個信 我剛說呢給蔡碧如 而給蔡碧如當中呢 這裡還包括了 都是在2017年 為什麼2017年 因為那封信是2017年7月寫的 然後呢 柯文哲是在2017年的5月3號 就介入了金華城560% 那個時候柯文哲就講了 所以民眾黨一直說 啊這個是監察院說560%錯 監察院比他晚 監察院是在8月7號 劉德勳才說容積率要審核是560% 那所以這個就是蔡碧如 蔡碧如就是跟朱雅虎之間的連結 好那我們看到這個今天他們都在現場約談 但我們看到約談之外還要告訴大家 哎我之前一直在想說我已經講了嘛 沈慶晶啊說沒有趕上這個5點的球車 然後6點球車沒有開 所以只能夠等到11點 搞了半天好像不是這樣啊 為什麼因為呢就是誰講的就是王定宇說的 王定宇說哎呀沈慶晶在26號第四度被約談的時候 約談了10小時又20分啊 如果真的是約談10小時又20分那問題可大了 如果這麼長的時間要不就在比對金流 要不就是在做所謂一些資料的釐清 不管怎麼樣都是非常罕見的長的時間 然後北市科這裡呢是跟星光家族有關 吳靖怡又說哎你知道嗎 吳東靖他在今年的6月12號疑似涉及到證交法 結果以1億元交保 當他1億元交保表示他的金流都已經弄清楚了 那問題是如果金流弄清楚 裡面的金流有扯到什麼 有扯到所謂的大水庫裡面 扯到當年的北市科跟柯文哲對上 那就糟糕了 那就有所謂金流的這個問題了 好那我們今天講到金流的問題 但我們要告訴大家 陳佩琪有說過他很希望兒子趕快找個對象 我覺得這個是天下父母心 這沒什麼問題的 那當然呢今天我們就有個報導 其實真的就是柯富瑤還蠻認真的找女朋友 而且他眼光看起來也都還蠻高的啦 都可愛妹妹 他就利用自己的公開社群帳號 回覆美女正妹的曾友文 除了介紹自己的學經歷也分享自己的興趣 他的母親陳佩琪8月公開幫兒子催婚的這麼一個部分 但另一方面他母親呢 我們知道也就是陳佩琪今天退休 傳出檢方為了釐清金華城的案件 可能會再度的約談他 好我們就來看到在今天的內容 我們的獨家報導 想要兒子結婚啦 對啦 當然兒子都30歲了 他就是想要幫他結婚 有在到處晃晃看房子是沒錯 8月初陳佩琪被問怎麼在物色1.2億豪宅 直接在鏡頭前公開催婚科富搖 全國民眾都知道客家公子單身中 隨之而來的可能是孩子極大的壓力 我覺得這個就是台灣的教育體系裡面讓同學或是所有人都沒有很早就去練習怎麼跟人互動 未必是來自家裡面的壓力 但是呢他可能就是變成把它很像教功課一樣 其實像這樣子非常極究章的征友 我就會覺得其實蠻替這個科公子擔憂的 才從北市聯誼退休或許更有時間關注孩子的交友狀況 只是也得避免讓子女感到壓迫 陳佩琪醫師的一些規劃也是為了愛 但是就是說當今天這些女性也成為大家矚目的焦點 但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國際當中的大事就是日本的自民黨的黨魁選舉 那為什麼大家會覺得說為什麼自民黨黨魁選舉就是等於日本新首相 因為自民黨是日本最大的這個黨嘛 那所以呢現在沒有人跟他能夠PK了啦 比如說公民黨啊 比如說立憲民主黨都沒有辦法 所以呢當你當上了日本自民黨的黨魁 你就自然是日本的首相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這個地方 你看看包括了什麼呢 包括了在這裡啊 我們看到呢在第一輪的投票當中呢 高市早苗是領先的181票 石破帽是154票 小泉鏡次郎是136票 但後來呢卻是第二輪的時候 石破帽他就領先了 那所以我們知道石破帽呢 他在今天下午3點多先有一場記者會 在5點又有一場記者會 你可以看到他的說法呢 他就說在九人混戰當中領先 他說我僅向全體黨員跟來自全國各地的朋友們表示感謝 我將委員會所有成員表示感謝 我們要盡力一個能夠進行自由跟活躍討論的自民黨 一個公平公正的自民黨 一個謙虛的自民黨 我們會回到那個時候 他也相信人民就是說要真誠的講真話 而且這裡很重要 他要讓日本再次成為一個安全可靠的國家 這裡面安全可靠就有 也影射到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因為我們知道呢 日本有這個10歲的小孩在中國的深圳被殺嘛 所以這個是中日關係的這個部分 不過有意思的是 這場選舉導致日圓匯率的波動 第一輪投票是高四早苗領先的時候 那個時候日圓貶值 貶值到1美元兌換146 然而最後出來是石破帽 日圓就升值 可是你要看日圓升值未必對日本是好 因為高四早苗就說我希望日圓貶值 那你也要知道 一直以來日圓都是走貶值的路線 上次不是日本的央行行長把它變成調升值嗎 一調升值所有的全世界股票大跌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跟日本借錢去買股票啊 這下日本一升值他們就完蛋了 所以這個東西還值得觀察 那產經新聞呢 我們就看到說在這裡面呢 其實麻生呢 本來說是支持高四早苗 但是看來是沒有用哦 我們今天的報導就來看 其實不管怎麼樣 兩個人打的都是中國牌之外 台灣之間的關係 而且是友台路線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石破帽 2022年7月 有見蔡英文總統 2024年8月跟賴蕭來會談 我們看以下的報導 石破帽多次提出 今日烏克蘭明日亞洲主張建立 亞洲版北約 更表示應就台灣有事進行沙盤推演 我們要來看到呢 有關於柯文哲的部分呢 剛剛又增加了一個人 就是一共有10個被告 但是有6個證人 這6個證人當中呢 包括了我剛剛講到的柯文哲的隨護 也就是呢陳文中 陳文中現在他是大安分局行政組的組長 所以現在呢 他們在這當中呢 就是有人就必須要移送到北柬來進行覆訓 那我們當然看到這裡 那陳佩奇什麼時候被約談 我剛剛一開始就播 我覺得非常的奇怪啊 我懷疑在這裡面的這麼多人 16個人當中 而且許甫又跑到了現場去 所以有沒有可能陳佩奇是在這當中呢 你可以看到陳佩奇的這個部分 陳佩奇最重要的 他今天正式是退休 昨天呢是最後一天的上班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如果他這個金流講不清楚 包括了他ATM匯的619萬 包括了他三個月之內匯的616萬 包括了就是8月30號大搜索之前 8月29號突然匯出的184萬 包括了他自己說的是1628萬 這些事情都要講清楚 一個不小心他如果洗弦罪犯的話 是多重呢是會判刑到5年的 那我今天再跟大家講 今天最新的狀況呢 陳佩奇的情形是如何呢 據說他前兩天還有到醫院當中 我們的報導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妻子 陳佩奇的退休日 自從柯文哲捲入金華成案遭積壓後 他就對外聲稱向工作的聯合醫院 請假到退休為止 不過有網友前兩天帶著小孩去打 預防針時發現醫師近視陳佩奇 似乎是悄悄消假上班 而聯合則回應 陳佩奇的最後一天上班日是9月26日 院方沒有歡送會 並沒有否認陳佩奇有繼續上班 陳佩奇在聯合服務 36年在退休日當天 院內立刻撤下陳佩奇的名字 有醫師透露過往的經驗當中 有需要投資的醫師會選擇一次領取退休金 對於想開小草咖啡廳的陳佩奇而言 不是唯一一個好選擇 不過當他在聯合服務 擁有公務員身份時 就多次在臉書發文評論時事 他如今終於退休 也被議員認為將會解除封印 開小草咖啡屋 或者在政治上的任何一些發言 陳佩奇醫師退休後 我只能說他會更無恥無忌憚的表達 自己內心的真心層面的話語 但是這些話語能不能幫柯文哲 我個人不認為一定幫得到 好我們來看到事實上有關於柯文哲相關的部分 五案當中已經都爆發出來的 除了我們講到金華城跟北市科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臺志光的部分 臺志光的部分在今年有借提了陳崇文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陳崇文他因為臺志光的部分被說涉嫌圖利321萬 那他是用這個利奇雲端公司承接了台志光相關的案件 然後在去年4月到6月施壓台北市社會局 請台志光公司辦理各個通託中心的監視系統 那柯文哲有什麼相關聯呢 柯文哲任內就訂了3MAY的月租費用是2200塊 但是查無溢價的書面記錄 他的紫約竟然費率高於母約 因為郝文哲在2011年跟臺志光簽訂的母約 是明定說台北市政府所屬的機關 電路租用費率的優惠方案 不應該高於2011年的95% 那柯文哲在2017年就是訂了警察局的專案費率 用這個所謂的1684 2011年這樣算不得高於1436 總之算下來整個價差是高達2572萬 那這個數字到底有沒有圖利或者失職之嫌 是引起大家討論 那我接下來再看到另外一個事件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這個國民黨這邊 黃紹廷的這個議員很奇怪 昨天搜索他他不見了 今天說哎呀早上7點多的班機 檢方6點多去還嫌太晚嗎 他6點多就跑了 那黃紹廷今天下午1點發了將近300字聲明 第一點他是個人既定行程到廈門沒有畏罪 第二點他知道被搜索消息時候 他第一時間有主動打電話給檢調說明啊 也獲得理解啊 第三點他說我沒有服報助理費 但是下午3點多又PO了影片再度澄清 但是我們的疑點是如果你是既定行程 你為什麼行色匆匆 如果這個情形所謂的這個檢方有沒有放水呢 因為檢調第一時刻說啊 我們搜索前一晚有用基地台定位方式 確認黃紹廷在高雄住家 但是沒有寄出禁管 這不是很奇怪嗎 可是黃紹廷的說法是 我跟你講我要走啊 你知道啊 我們看看 出國是早就規劃好的行程 機票便早已經買好 絕對沒有外界所謂的有檢調洩密 或者是本人畏罪潛逃的情勢 其實我對於很多事情啊 覺得你不要說什麼你都要 你又要面子 又要理字 你又要違法 你又要什麼 你是講了一副 你是聖女貞德 好 那我就看你什麼時候回來 大家馬上就秀出機票嘛 你從中國大陸廈門回台灣的機票 你一天訂不到 你兩天訂不到 我覺得這個事情國民黨朱立倫應該要講話 真的是太吃相難看了 你要配合司法調查 你看柯文哲都跑不了 你這個黃紹廷就跑了 好 來告訴大家 今天包括了許乃玲 還有楊秀慧的部分 還有你可以看高鴻安的閨蜜 這個開槍的狀況被笑翻了 那我先跟大家講呢 就是楊秀慧26號控訴錄節目 被主持人許乃玲罵貝哥哥 因為那句話我覺得很粗魯 我個人覺得我都喜歡講貝哥哥就好了 然後呢 許乃玲就說 我這節目效果我幹嘛要道歉 他就澄清那個時候還迎回來 就是說是那個字 楊秀慧講不出來 他就講說 對 就是貝哥哥講了三次 他就補了一句說 你很貝哥哥的貝哥哥 然後呢 唐聰慎2017年 因為呢 就是說 許乃玲輸不起 然後許乃玲就大罵他 黃聰慧還說那時候說 他差零算要用頭去撞牆 好啦 那PTT熱議說 9月5號羈押 柯文哲頭髮白白的 怎麼現在頭髮黑黑的 網友猜測是攝影問題 因為網友說可能被抓後壓力釋放 可能適合簡單的生活 但另外一個版本是什麼 他們是說 搞不好柯文哲的白頭髮是染的 然後進到裡面沒有辦法染頭髮 就變黑了 但不然如何 的確我覺得柯文哲狀況還蠻好 看起來比 在當市長的時候比較年輕 好 再來看到呢 新竹避地帶易難的涉及訓練嘛 民政處長詩淑婷發文 閉上一家眼睛 想到一切變得更加清晰 結果大家說 你這樣眼睛會瞎 而且這個是放在哪裡 不可以放在肩上啊 你後座力就打到你的眼睛了 你要放在哪裡 你要放在格子窩這裡 中他有那個 他有那個後座力嘛 然後呢 他是誰 他是高鴻安的閨蜜 他曾經被說 高鴻安有做一個日系的名車 Infinity代步就是他的 他很生氣他就告林智傑毀謗 然後呢 高雄市議員鄭孟茹又說 詩淑婷的先生 顏舍昂是知名建商 百城巨市中登三家公司代表 怎麼可能沒有登記他的財產 而且他的先生有兩筆政治現金 是捐給了高鴻安 總之嘛就是這個樣子 好我們再來看到呢 這裡面有一個很奇特的 就是紐約市長亞當斯 竟然遭到了起訴 因為收賄 他是第一位遭到起訴的紐約市長 任內的市長 而且他收受境外競選經費 五項的這個事情 他就說我知道我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他曾經擔任過紐約市的警察局長 我記得那個時候 包括了我們的候選人到美國去參訪的時候 還有某候選人也見過他 真的很讓人家覺得很不可思議 我們的報導 民眾都可以自由地表達與討論 我都予以尊重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全世界都有人要拿貪腐 這不是你該拿的錢你拿了 你以後會影響到子孫你知道嗎 我們進廣告之後回來一分鐘要告訴大家的 這個真的誇張了 撞死東海女大生這個事件 傳出被二次碾壓 到底真相什麼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現場我們要來看到 在今天有關於台中聚業交通公司 撞死了東海女大生的這麼一個事件 現在呢就是大家在講 是不是二次移動致死 東海女大生的家屬說 受傷的王姓學姐說 司機上去打電話然後移動 那車子本來只有壓到手臂 後來就壓到頸部 這是第一個版本 第二個版本呢就是有知情人士透露 當下女大生的同行倒地的學姐 就是一樣這個王姓學姐說 因為聽到呼救聲起聲敲窗 要公車司機移開 公車司機沒有查看就再次移動 才導致女大生二次傷害 可是這兩個說法不一樣喔 所以是不是大家可以掉錄影帶嗎 他是不是下來以後 又上去打電話 然後又移車 今天聚業就是鞠躬道歉 說沒有掌握當年事故是公司的疏失 他沒有要隱瞞 然後台中市交通局 就宣布收回聚業黃金路線 台灣大道300號的路線 停三個月 300號路線起點是台中車站 陸京市政府各方面 但是我要跟大家說 你這個所謂的停三個月 真的是太少太少 我們的報導 家屬根據同樣被公車壓傷的 同行學姐說法 質疑當下靈性女大生 只是手臂遭到碾斷沒有死亡 試試新駕駛下車查看後 又上車踩下油門 押過第二次踩喪命 那我們也希望司法盡快的調查之後 能夠還給社會大眾跟家屬一個真相 聚業也是鞠躬道歉 聚業跟全體的員工 對於受難者跟受害者的家屬 以及社會大眾是福 然後至上最12萬分的歉一 聚業客運高層召開記者會 在今天可以說是道歉 但另一方面我們來關心的 就是我們被卡住了 這麼多的這個預算 能不能夠解決 今天呢 這個卓榮泰 就說已經跟韓國瑜喝了咖啡 我手上有這杯咖啡 這個和解咖啡能夠解決嗎 另外我們就講到還有吃蛋糕了 不過我們看到立法院 就把這個羅庭委洪孟凱 還有黃仁陳玉珍 四個人換出程序委員會 換上了誰呢 換上了林祈怡 當中有三個就是不分區 表示說不用擔心被換掉嗎 那今天我們就看到了這個情形 廣告之後我們回來要看的 就是在今天最新的 檢方最新16個人被約談的最新狀況 馬上回來 來到現場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呢連檢的大動作 年代晚報9月27號新聞焦點 就是許甫今天現身到廉政署 他說他陪人家去的 他並沒有被約談 除了他之外還包括了朱雅虎 還有就是重要的是柯文哲的 他的隨戶 也就是陳文忠 現在算起來 一共有16個人在現場 五三點 民眾黨的副秘書長徐甫 來到了廉政署 那從畫面上可以看到 他穿著藍色襯衫 那被媒體詢問到 是否因為金華城一案 來到廉政署被約談 他則否認 而且呢 就趕快進到了這個廉政署 那經過半小時的時間 他就出來了 那證據我們最新的狀況 今天廉政署總共會傳訊 金華城的被告還有證人 在這裡傳訊的人呢 大概剛剛更正 一共不是15個人 而是16個人 我們進廣告 馬上回來 好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來看到 今天台積電跌15塊 另外新台幣兌換美元 是1比31.678 我們知道呢 颱風山陀兒要形成 會影響到台灣 你可以看到山陀兒 其實是一種水果的名字 我們去看